我们要继续在这个大灾节的期间 我们以这个丰盛生命继续的为我们全年的主题 因为我们知道就算是在患难、哀伤、痛苦之中的时候 我们仍相信神掌权 我们不管是在地上还是在天上 我们都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为这世上的王 我们今天要来看的是启示录第十一章 如果你错过了启示录第十章 第十章是我们的圣会日的信息 所以你可以在我们的YouTube的网站 能够观看我们启示录第十章的信息 我们今天要来继续的来看 是启示录第十一章 让我来念 所以这个意思就是说要把他们守住 这一群人我们要把他们守住 只是店外的院子就不用量 因为那个是给外邦人的 他们将要践踏圣城四十二个月 所以还有在外面的他们继续会被践踏 我要吃权柄给那两个见证人 穿着粗麻衣 说一言一千两百六十天 他们就是站在世界之主面前的那两棵 橄榄树和两个灯台 若有人想要害他们 就有火从他们口中喷出来 消灭仇敌 凡想要害他们的都必这样被杀 这两个人有权柄关闭天空 使他们说一言的日子不下雨 又有权柄使水变血 并且能使随意的用各样的灾害击打大地 所以就好像以利亚跟摩西一样 他们做完见证的时候 从无底坑里上来的兽 要跟他们交战 并且得胜 把他们杀了 他们的尸首将倒在大城的街道上 这城按着灵异 就是索多玛 也叫埃及 就是他们的主钉十字架的地方 从各民族 支派 语言 邦国中 有人观看他们的尸首三天半 又不许人把尸首安放在坟墓里 住在地上的人会因他们而欢喜快乐 互相贵送礼物 哇太好了 他们死了 因为这两个先知 曾让这些住在地上的人受痛苦 过了三天半 有生命的气息从神那里进入他们 他们就站起来 看见他们的人就大大惧怕 这两个先知听见 有大声音从地上对他们说 上到这里来 他们就驾着云上了天 他们的仇敌也看见了 正在这个时候 地大震动 曾倒塌了十分之一 因地震而死的有七千人 其余的都恐惧将荣耀归给天上的神 这样的灾祸过了 看啊 第三样灾祸快到了 我们来祷告 我们在天上的父 我们恳求主你的灵就在我们当中运行 叫我们能够听懂你对我们说话 也能够愿意来顺服你 我们这样子祈求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弟兄姐妹平安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 看看一下 有谁听过吗 伊斯坦布尔的奇迹 伊斯坦布尔发生了一件离奇的事迹 所以我们就称它为伊斯坦布尔的奇迹 这个伊斯坦布尔的奇迹是什么呢 基本上是一个欧洲冠军联赛的一个总决赛来的 就是体育米兰对垒这个利物浦 然后是在2005年伊斯坦布尔那里的一场球赛 冠军联赛的总决赛 在那场球赛以前大家都讲说 这个体育米兰应该是稳超胜券 因为它的球队真的是当时说非常非常的强 然后果然正如很多人所预测的 只是打完三棒场而已 三棒场就发生什么呢 体育米兰已经是领先3比0了 所以如果你有看足球的你就知道 3比0的这个领先可以说是 就是已经算是稳超胜券了 可是呢既然可能大家也已经猜到了啦 我们把它称为伊斯坦布尔的奇迹呢 就表示呢果然却有奇迹发生 然后呢利物浦呢能够在下半场呢 就领平指数3比3 然后呢最后在这个点球大战的时候呢 就胜过了这个体育米兰 然后最后呢是得到了这个 欧洲联赛的总决赛 他就是得胜了 所以可能有些人会这样说啦 也说哎呀你这种所谓的奇迹 在每个体育好像都有发生嘛 可能听起来也不什么大不了嘛 这种不可能的大逆转的胜利 可能我们看很多这种体育的电影 每一种体育的电影 这个是最熟悉的桥段 每个人都是讲 哇都是可以在不可能的情况下 能够大逆转的胜利 确实啦我们每次看那种体育电影的时候 都是这样哇在不可能的时候 竟然能够大逆转的胜利 不管怎样 为什么今天我要用这个 伊斯坦布尔的奇迹 作为这个开场白呢 主要的原因就是我想 可能大家都能够对于一种景况 我们能够有一种共鸣 什么景况呢 就是那种有些时刻我们感觉 自己好像是在螳螂挡车一样 好像一种哇怎么可能 因为根本这个敌人的这个比我们强大 实在是太多太多了 你在比的当中的时候 你就知道说哇其实那个希望呢 是越来越渺茫了 就是在这种时刻你打从心里 你心知肚明就是说 敌人实在太枉强 太厉害 太壮了 根本比都没得比的那种感觉 就在这种时刻你虽然已经知道说 我自己已经很尽力了 我已经是很彻底的尽了全力 可是却是不屡屡的失败 屡屡的挫败 然后从挫败到失望 从失望到甚至觉得 好像是被羞辱的感觉 有的时候呢 我想我们都有这种共鸣说 就是在这种时刻的时候 我巴不得整个局势就赶快结束吧 哎呀要不然真的是丢脸丢到劲了 或者是用一个足球的比喻吧 可能你就是有这种时刻 好像那一场比赛当中的时候 那个利物浦的那个守门员 甚至自己就是在想说 他已经在半场的时候 他根本没有想要赢 为什么呢 他就说不然我就 我们就为我们的球迷 我们进回一球就好了 根本没有想要赢 只是要不要输得太惨 就可以了 弟兄姐妹 我们都对这样子的一种时刻 能够有共鸣 而这就是在启示录的七间教会 所经历的那种时刻 当约翰写信给他们的时候 其实这七间教会 他们心里都知道 罗马人要消灭他们 根本就是好像踩死一只蚂蚁一样 根本要击溃他们 根本就是一如反掌的事情 他们面对着整个 罗马帝国的兵强马壮 他们其实只是一群小组而已 我们好听叫他们七间教会 你不要把他们想象成真的 他们好像是七个洗年堂 还是什么 不是 可能就是在七个地区的七个小组 差不多就是这样而已 每一个都不懂有没有三到五十个人 所以要踩死他们 实在是太容易了 当凯撒大帝说 凯撒大帝有一句很出名的名言 他说什么 我见 我来 我征服 大家不要以为他是在夸张的讲话 不是哦 凯撒大帝根本就是 有一说一 有一说二 有二说二 因为当时候的罗马帝国 消灭敌人的速度 就是这么快 我见 我来 我征服 所以如果用一个足球的比喻的话 可以这样讲 当时候的这七间教会 对垒罗马帝国 根本就还不像是 利物普对体育米兰 应该说是什么 应该像是一群幼儿园的孩童 对垒 甚至就是 等于就是对垒体育米兰 在当时候的七间教会 那些忠心的 信实的 不是被放在监狱里面 就是被屠杀 可是还有许许多说的 他们已经是放弃的 已经是对于信仰 他们已经是妥协的 已经是被弃 这个被教的 或者甚至就是 已经是被罗马帝国所同化的 都有好多好多 在那个历史的那一个时刻 大家要明白 他们不是三比零 他们是三十比零 输定 可是我想可能我们很多人 总有一种心理吧 说我们真希望 就好像是 大卫对垒 哥利亚一样 不管是在患难 在艰苦的时刻 总有一种 时间还没有到 我们能够 扳平指数的一种心态吧 只要还有机会 只要还有时间 我们总能够扳平指数 不过确实 你想一下 在当时候的七间教会 在我们第二章第三章 当约翰写信给他们的时候 确实 七间里面 至少也有两三间 四间 好像这个 斯米拿 或者是 普格曼的 他们呢 其实 耶稣都有称赞他们 说 哇 你们忠心 你们忍耐 你们有恒心 很强 很好 确实 还没有到最后 还是不见分晓的 可是弟兄姐妹 很多时候呢 在这个体育项目里面 我们有很清楚的 这个时间点 对不对 我们可以很明确的知道 到底是几时开始 几时结束 不管是用时间来衡量 这个开始跟结束 或者是我们用笔数 来做这个开始跟结束 比方说你打乒乓 就是打到十一粒球 或者是你打排球的 就是到二十五分之类的 所以在很多时候 体育项目里面 我们有开始 很明确的开始跟结束 可是弟兄姐妹 在现实生活中 有时候却是非常的难知道 到底是开始了 中间了 结束了 都不知道 对吗 所以我们要 把我们自己放在 这个七间教会的心态里面 他们的心里 他们所面对的 每一天的那个逼迫 他们根本无从知道 这个对于他们 排山倒海的逼迫 到底是刚刚开始吗 还是现在是在中场吗 还是可能已经是打输了 可能自己都不知道 而我们也知道 就是说对于这个 每一种的可能性 开始中场结束都好 所要面对这个情况的 那种心理压力 跟心理所要承受的 都是很不一样的 所以今天 启示录十一章 所要做的呢 就是要处理这个问题 我相信启示录十一章呢 就是要告诉这七间教会 到底在这场争战之中 他们是在哪一个阶段 或者是用足球的比喻的话 就是他们是在上半场吗 是在下半场吗 是在加时赛吗 或者是其实是在 我们叫做injury time 商庭的这个补食的时间而已 只是等时间过 你其实已经输定了 还是是怎样 要处理这个答案呢 我今天要来介绍 在启示录第十一章里面 一个很有趣的号码 这个很有趣的号码是什么呢 这个很有趣的号码就是三个半 这个是在启示录第十一章里面 出现的一个很有趣的号码 叫三个半 大家也知道了 就是在启示录里面 有很多的不同的数字 有7啦 有12啦 有666啦 之类的 然后这个三个半呢 是在这个 启示录里面 十一章里面出现的一个 很有趣的数字 这个三个半呢 总共出现了两次 那第一次呢 是这个两个见证人 他们的这个福音事工的时期 在十一章里面说呢 这个两个见证人 他的这个传福音的事工呢 会有1260天 然后呢 1260天是什么 1260天就是三年半 然后呢 刚才也说说 哇 虽然有一群人 他们会被量着 会被守着 可是呢 这个被守着的外面呢 却是会被外班人 所践踏的 践踏多久呢 践踏42个月 其实这两个 是一模一样的时间点 不管是42个月也好 或者是1260天也好 就是42乘30了 答案都是一样的 就是什么 讲的就是三年半 就是三个半年 三年半 所以这个是第一个三个半出现的 然后第二个是什么呢 第二个三个半出现的时候呢 是当这两个见证人 被那个从地里面出现的 无底坑出现的那个兽杀死的时候 他们这两个见证人 会被弃尸荒野 就是连埋葬都没得埋 多久 三天半 三天半最后了 当然神就会让他死里复活 不过呢 三天半 是会被弃尸荒野 所以简单的来讲 这个三个半 有两个出现的地方 第一呢 就是这两个见证人 他们会说语言 说语言 可是呢 在这三年半的说语言 会是非常艰苦的时刻 因为呢 会被践踏 会被抹杀 什么什么等等 然后最后死亡 遭遇死亡 三年半的痛苦的日子 然后呢 三年半以后呢 甚至会经历 死因忧谷啊 经历跟死亡一样 三天半 所以三年半了 又三天半 可以说是 非常非常的 受尽折磨 甚至于死 可是弟兄姐妹 三个半 是很有趣的好吗 你们要猜 三个半 有趣在哪里吗 下一个 三个半 其实就是七除以二 大家看得到吗 三个半 其实就是七除以二 七除以二 就是三个半 三个半表示什么 三个半表示七的一半 什么是七呢 所以韦康牧师有解释过 七就代表了完整的意思 为什么 因为神创造天地 用多少天 七天嘛 七天 所以七代表了完整的意思 所以三个半 它就很有意思了 为什么 因为三个半表示你是整个时间点的一半而已 整个时间的一半而已 也就是说表示这三个半并不是整个故事 这三个半只是事情发生的一半而已 也就是说还没有打完 对不对 三个半表示只是到了中场而已 所以三个半不管是三年半或者是三天半都好 表示它的重点不是真正的时间点 所以你不用真的是算三年半或者是三天半什么 重点不是那个时间本身 而是一个神对这个七个教会所表达的就是 还有时间 只是到一半而已 还有时间 还有时间什么 大逆转 神在告诉这七间教会 不用怕 就算再辛苦 就算是甚至面对死亡 不要担心 只是到中场而已 为什么 因为下半场就是那个大逆转 所以可能我们就要懂一点的初级教会的教会历史 可能会真的是帮助到我们 历史告诉我们在前面的三百年 其实教会是受尽了不同的这些罗马帝王的那些凯撒 那一波又一波又一波又一波的那些逼迫 前面的三百年都是这样子的 一波又一波的逼迫 有一些是很大的逼迫 好像是在初世纪的第六十年 尼罗 尼罗黄帝呢 那个是比较大型的逼迫 然后 那个是在写启示录之前发生的事情 六十年 不过呢 也有好像我们这个 启示录在写的时候 那个那时候的这个皇帝是图密善 图密善的逼迫呢 没有像尼罗这么大型 不过当然 很多小型的在不同的区域 比方说七间教会的那个小亚西亚的区域呢 相信也是有比较小型的逼迫 可能呢 就是很多时候在不同的地方观啊 可能他们过于的激进 就会 还是会有基督徒被杀 受死 还是有的 最后呢 三百年的逼迫 甚至于你可以想象了 当时候的教会 已经是面临 瀕临绝肿的一种情况呢 垂死挣扎的情况 弟兄姐妹 教会怎么样 教会生存下来了 教会竟然在这种情况之下 起死回生了 而用来比喻这种起死回生的情况呢 最好的这种先知性的表达的语言呢 就是以西节书第37章 在以西节书37章里面呢 形容神的灵 进入了一个充满骇骨的平原 然后呢 神的气息就进入他们 使到他们每个人都能够活过来 弟兄姐妹 为什么我们要知道这一段历史呢 因为我们明白 利物浦在那个 总决赛里面的那个发生的事情啊 我们把它称为 伊斯坦布尔的奇迹 可是弟兄姐妹 真正的奇迹 是教会在这三百年里面 不断的逼迫当中 竟然还能够生存下来 弟兄姐妹 教会的 在历史当中的这个大逆转 这才是真正的奇迹 当时候的信徒 可以说经历了象征性的三百 象征性的这个三年半 可以说是屡屡的挫败 屡屡的遭受这个挫折 甚至可以说是有象征性的三天半 我们世人都已经把他们当成是死了 都不懂还在不在 大家都以为他们已经死定 可是没有想到 那只是三个半 想不到神为教会 预备了美好的下半场 今天的教会不单是生存下来了 我们也知道教会 最后是繁荣 繁殖 一直到今天我们所看到的情况 这个是启示录第十一章 上半段所要描绘的一个景象 启示录下半段那里呢 是第七个号角的这个意象 在第十三章 十三节到第十九节我就不念了 启示录第十一章的下半段 所形容的是什么呢 当第七个号角吹出来的时候呢 我们所看到的景象 是整个世界都属于神 我再说一次 全世界都属于神的国度 这个是第七个号角的意象 虽然我们知道说 没有啦 神其实都一直掌权 也不用等着七个号角 我们知道 神永远掌权 现在不是魔鬼掌权 依旧是神掌权 这个是我们知道的 可是我们也知道说 很多时候 虽然我们知道呢 可是我们有时候 却感受不到 所以我们依旧是要祷告说 愿神的旨意在地如在天嘛 对不对 我们继续在每一天的主导文 我们都祷告说 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 可是弟兄姐妹 当这第七个号角吹出来的时候 那一天发生的时候 神的国度就没有所谓 愿你的旨意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了 因为到时候 这第七个号角吹出来的时候 地上天上 已经再也没有区分了 地上天上都是神掌权权 而在这第七个号角发生 这个景况发生的时候呢 有一个很明显的一个景象 就是那个感恩的那一句话 第十七节 第十七节这么说 经在西在的主 全能的神 我们感谢你 大家有注意到 有什么词不见吗 那个词就是永在 我们每一次都说什么 经在西在永在的神 对不对 经在经在永在的主 为什么那个永在不见呢 为什么永在不见呢 因为那个永远 已经是变成今天了 意思就是 他那个经在就是等于永在了 已经不需要了 因为已经没有未来了 未来就是现在了 当那第七个号角吹出来的时候 西在经在就够了 到时候也是最后的审判 到时候不管是天上 地下都会承认 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是王 可能你会问一个问题 这第七个号角 如此的美好 这第七个号角几时发生呢 所以如果我们用数字来算 1234567 那当然这个第七个号角 当然是当我们从一 最后我们到七的时候 七的时候就会发生了 就是这样 可是弟兄姐妹 我们今天之所以讲这个三个半 之所以我们讲这个七 我们的重点并不是真的要我们去揣测说 所以我们现在啊 从一到七我们是哪里啊 我们是三吗 我们过了那个半了没有 还是我们是四 我们已经过了那个三个半 还是我们是六 六跟到七差不多 没有生多少时间了 我们是三吗 四吗 五啊 六啊 七吗 弟兄姐妹 我们今天来 并不是要去揣测 我们从一到七 我们在哪里 不是 重点是要告诉我们 其实我们在七到来之前 我们都是有岗位的 我们的岗位是什么 我们的岗位是告诉我们 我们今天已经看到了三个半的印象 我们也看到了七的印象 印象 我们知道在三个半的时候 当教会面临最大极大的痛苦的时候 甚至面临死亡的时候 那也不是结局 这个是我们看到的印象 在教会最痛苦 最患难 甚至每个人当他是死的时候 那不是结局 这个是我们对于三个半的印象 我们也知道在七的时候 那是永恒胜利的时候 这个也是我们也看到的印象 所以当我们知道三个半不是结局 当我们知道七才是那永恒的胜利 弟兄姐妹 我们就有岗位了 我们的岗位是什么 我们的岗位是先知的岗位 我们是先知 先知不是单单只是做预测而已 你是先知 可以告诉我40几号吗 可以给我买头奖吗 不是 先知不是做预测 这个意思 先知是什么 先知就是为神说话 这个叫先知 为神说话 替神讲话 这个就是先知 所以我们知道 三个半 就算你再苦再难 甚至死 那都不是结局 我们也知道在七里面 那是永恒的胜利 我们既然对于这两个印象 如此的清楚 弟兄姐妹 我们就是先知 我们要在这世上 为神说话 在第十一章里面 用一个比喻来形容 这个先知的岗位 是什么呢 就是那两个见证人 这个两个见证人 其实出自 撒加利亚书第四章 所以在撒加利亚书里面 第四章 第十二节到第十四节 那里形容 两个见证人 就是那两个橄榄树 我看下一个slide 谢谢 所以在撒加利亚书里面 第四章 第十二节到第十四节 形容 这两个橄榄树 然后在 以前的解释里面 以前的学者 都以为说 这两个橄榄树 所形容的 是佐罗巴伯 也就是 那个犹太的 那个政治领袖 还有就是 约束亚 也就是当时候的 大祭司 为什么 开始的学者 都以为说 这个两个橄榄树 这两个见证人 是这个佐罗巴伯 跟这个 约束亚呢 因为他们把 这个第十四节那里 他们翻译成 受高者 这两个橄榄树是谁 这两个橄榄树 就是那两个受高者 所以受高者是谁呢 受高者这样一定是 佐罗巴伯 跟这个约束亚 因为他们这两个 一个是政治领袖 一个是宗教领袖 所以这两个是 两个受高者 不过近期的时候呢 有另外一个解释 我觉得是比较合理的 之所以翻译这个词 为受高者 他原文是油的孩子 油的孩子 高油的孩子 所以这个高油的孩子呢 其实不一定要翻译成受高者 这个高油的孩子呢 也可以翻译成给油的人 或者是加油的人 而这个解释呢 比较合理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两个橄榄树 橄榄树有什么 橄榄树有橄榄油啦 有橄榄的橄榄就有橄榄油 所以呢 其实橄榄树 更好的比喻是形容什么 加油嘛 给油的人 加油的人 所以呢 其实这两个橄榄树 更好的解释呢 我觉得 其实是 其实是象征 撒加利亚先知 跟哈盖先知 因为他们就好像 两棵橄榄树一样 不断的给这个灯什么 加油 不断的给这个灯加油 使这个灯呢 越来越明亮 一样 撒加利亚书 我们在2018年有讲过 然后哈盖书呢 长安牧师在2020年有讲过 所以如果你们要去听这两个讲道系列 可以去看2018年 2020年的讲道 不过基本上就是 撒加利亚跟哈盖 他们的先知的责任是什么呢 就是有很多人 他们从被放逐回归 他们要来重建这个圣殿 他们要来重建家园 他们要重建这个以色列的墙 可是呢 他们却遇到的百般的挫折 所以他们非常的气馁 他们甚至要放弃了 然后撒加利亚跟哈盖的话是什么 撒加利亚跟哈盖就不断的给他们加油 加油 可以的 你们行的 不要放弃 撒加利亚这么样的对 索罗巴伯说 第四章第六节 他说这是耶和华告诉索罗巴伯的 万君之耶和华说 你做这个事情 不是依靠势力 不是依靠才能 乃是依靠我的灵 方能成事 你看 这个就是撒加利亚加油的方式 所以是这两个先知 撒加利亚和哈盖 鼓励 以神的话来鼓励神的百姓 然后最后 这个重建工作 才能够完成 所以我相信这两个橄榄树 这两个宪政人所表示的 是先知的工作 先知的岗位 弟兄姐妹 我们虽然不是每个人 都有说预言的恩赐 因为属灵的恩赐 很多 很多种类 可能不是每个人 都有充满着 这个说预言的恩赐 可是我想 我们每个人总该 都有一点吧 摩西在 《明书记》第十一章里面 他这么说 摩西说 为愿耶和华的百姓 什么 都是先知 他巴不得 全以色列 所有神的子民 都是先知 他说什么 愿耶和华 把他的灵 都降在他们身上 巴不得 每个人 都是先知 而确实 在《约尔书》第二章的时候 也是同样的异象 在《约尔书》第二章 神的异象是什么 我要将我的灵 浇灌在 所有血肉之区的 也就是说 所有的人 你们的儿女 要说异缘 你们的老人 要说异梦 你们的少年 要见异象 意思是说什么 不管是男 女 老 少 每个人都要得着 巴不得 每个人 都能成为先知 可能你会问我一个问题 所以如果 我们都是先知 那先知是 做什么呢 可能我们看了 这个 《启示录》第十一章 我们会很害怕 做先知啊 先知是不是要我去死 不是啦 做先知不是说 就一定要受死 有一个学者 有一个牧师 讲了一句一番话 我觉得非常有意思 他说什么呢 先知嘛 先知其实就是见证人 就是为主做见证 就是先知 很多时候我们看 《启示录》第十一章的时候 我们看到的那个景象是说 哇 这个先知他会受死 他会面临苦难 他会被人践踏 他会让人家弃尸荒野 哇 这样我听了 我就不敢做先知 所以这个牧师就说 有的时候 我如果讲 这种殉道 受死的话 好像我不知道 要怎么样的来 表达这个事情 为什么 因为有的时候 我一眼望去 望下去看一下 我的会友 这个牧师说 我知道 有些人可能他照顾 他们 卧病在家的母亲 可能一天要照顾他 八小时 每天每天每天 这样子的照顾他八小时 或者有可能 另外一个人 还要照顾他的 要去 每天一个礼拜 几天要去做化疗的妻子 这个人要照顾老母 这个人要照顾化疗的妻子 你要怎么样 跟他们讲话呢 你难道还说 哇 神 这个还不够 神要你更多 神要你去死 你要我讲这样的话吗 这个牧师说 我说不出这样的话 所以这个牧师就说 我觉得我能够说的话 是让我们真的 找到 有什么是我们值得活的事情 有什么是让我们值得活的事情 然后呢 我们就全心全意 不折不扣的 把这个值得活的事情 把它活出来 弟兄姐妹 什么是做见证 做见证就是你要知道 什么是活得对 活得好 活得乐 然后呢 你全心全意的 把这个事情活出来 做见证 做先知 不是叫你去死 耶稣也不是故意去死 你要明白这个事情 耶稣是很勇敢的 活得对 活得好 活得乐 去活 当然有人把他弄死 可是他不是故意去死 耶稣是好好的活 弟兄姐妹 我们作为做先知 我们 其实就是这个意思 我们是要 好好的活 有时候 被人弄死 被人糟蹋 这个不是我们本意 可是 活着才是真正的意思 不是要故意去 找东西来死 而是故意要好好的来活 弟兄姐妹 我们都能够成为 这样子的先知 不是故意而死 而是勇敢的活 为什么我们能够 这样子的活呢 因为我们已经看到了 那三个半的意象 我们也知道 最后七永恒胜利的意象 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呢 都能够做什么 做先知 先知做什么呢 就好像撒加利亚 就好像哈盖一样 我们是可以做加油的人 弟兄姐妹 我们是鼓励人的人吗 我们是给人加油的人吗 当人觉得 我痛苦 我患难 我爬不起来了 你是看过三个半的人 你是看过七的人 你能够鼓励他吗 你可以告诉他 这不是结局 这不是最后 起来吧 加油 我们一起 从三个半 我们走到七那边 你做得到这一个点吗 说一员不是要我们去 做很多的预测 不过 不过唯一我们要预测的是什么 我们要预测 耶稣 耶稣基督 他完全得胜 我们要预测说 耶稣有最后的胜利 就算是你受死三天半 你做过后还是能够起死回神 这个是耶稣 这个是耶稣 我们所要说的真理 约翰形容说 那两个见证人 讲话好像有火喷出来一样 力量有好像 以利亚摩西一样 当然了 这不是说我们整天要 用火把人喷死 不是这个意思 他这些都只是比喻来的 比喻什么 比喻说我们可以像以利亚 像摩西 像撒加利亚 像哈盖一样 我们都能够在每个人的生命里面 我们能够发生 用神的话 在他们的生命里面发生奇迹 弟兄姐妹你们相信吗 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 借着神的话为人加油 让他们的生命之中 能够重新有火 点燃出来 让他们生命里面能够有奇迹 神的奇迹 弟兄姐妹 你们相信吗 为什么我们能够这样子的给人加油呢 还记得我讲 启示录第一章的时候 我讲到我们信徒的眼界 是跟别人不一样的 有一个作者这么说 他说我们作为基督徒 我们看这个世界 就是跟人看这个世界是不一样的 我们看这个世界是不同的 当人看到这个世界的破碎的时候 我们信徒却看见这个和好 恢复的可能 当别人看到死亡 绝望的时候 我们所看到的却是生命 起死回生的可能 当别人看到仇恨的时候 我们却看到爱的可能 当别人看到这个世界的悖逆的时候 确实也有 信徒也有这样子讲的 可是弟兄姐妹 我们看到的却是神能够改变局势 从混沌黑暗空虚 能够带来光明丰盛 次序的可能 我们看东西是不一样的 就算是整个世界的局势 我们觉得说 哇好像撒旦已经掌权了 好像已经是没有胜利的可能了 弟兄姐妹 我们看这个世界的时候 我们却看到 不是的 是神在掌权 这最后的胜利 这第七个号角 看到的是神的胜利 神的掌权 像诗班刚才所唱的 我们庆贺 庆贺什么 耶稣是王 我们看到的是神的爱 神的恩典 神的怜悯 会让这个破碎的创造界 带来复合 带来美好 这就是今天所让我们看到的异象 会带来盼望 会除去任何的气馁 会使生病改变 弟兄姐妹 我们愿意做这加油的人吗 好像听不到 我们愿意吗 Amen 我觉得好像感受不到 大家心中的火热 我说加油 你们喊加油好吗 加油 洗天堂加油 多一次啊 我喊第三次 我说加油加油加油 大家喊加油加油加油 我们要做加油的人 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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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men 不要对我说了 回去对你们那些 圣经中有需要的人 跟他们说加油 我们是加油的人 让我们祷告 我们在天上的福 恳求主 祢真的是 把祢的意向 放在我们心里 叫我们能够 真的是明白 我们在这世上 该说的话 该行的路 我们就 以祢所赐给我们的 我们来行各样的善事 帮助我们 这样子祈求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